大家好,我是亮哥,今天继续来看经典科幻片《黑衣人》的第三部 故事接第二部结束,老探员可以正式回归,再次和G成为了搭档 他们的老大Z不幸离世,新上任的老大是女性领导O 而黑衣狗弗兰克貌似已经变成了遗诏 故事正式开始,在防卫森严的月球监狱 一位凶猛的妹子拿着蛋糕,来探视重刑犯野兽暴力丝 妹子是暴力丝的狂热粉丝,名义上是来给偶像亲身的 实则早已和暴力丝约好,帮助其越狱的,果不其然,毫无防备的狱警 被蛋糕里钻出的虫子迅速击杀 虫子解开了暴力丝的全部顺服,然后钻进了暴力丝的手掌里 虫子应该和暴力丝是共生的关系 接着暴力丝到武器库拿到了大型武器 路过一位育有的房间使,用尖刺杀死了他 此时大量的狱警已经包围了暴力丝 暴力丝一枪打爆了监狱的墙壁 狱警全部被吸入了太空,全军覆没 那位凶猛的妹子也不例外,葬身在了太空之中 被关押了40年的暴力丝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穿越回40年前,杀死抓捕自己的K 不久之后一艘飞船非法降落在地球 K和G负责调查此事 晚上K接到了老大O的消息 有几个人在一家中仓馆吃鱼后感染了外星寄生虫 让K和G前去调查 伪装成哗然的老板还想大马虎眼 两人来到后厨,到处都是禁止销售的外星鱼 K拿起一只外星扎手鱼就是一顿胖揍 好在两人对于这种危害不大的行为 一般都是批评教育为主 在老板保证改正以后 两人就顺时准备在这里吃个宵夜 然而K却发现餐馆里的客人很不对劲 此时总部打来电话,告知了K 白天的飞船是从月球而来的 K立即想到了鲍里斯 而且鲍里斯十分喜欢吃扎手鱼 他现在应该就在附近 而店里奇怪的客人应该是和鲍里斯一伙的 K迅速和G商量好了行动方案 还没等他们开始行动 对方先动起了手 两人分工明确 G负责解决前面这些人 K负责解决后出人员 K还发现餐馆老板已经遇害 凶手就是鲍里斯标志型的尖刺 他立即向楼顶追去 果然在楼顶追上了鲍里斯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互标了一些狠话后 鲍里斯准备出手杀死K 正好解决完敌人的G也来到了这里 挡住了鲍里斯的攻击 不过两人在鲍里斯的攻击之下 还是一起摔下了楼 而鲍里斯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K其实你早已经死了 K听后好似明白了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鲍里斯来到地球的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一家电信行的老板 因为老板的手里 有能时间穿越的磁光机 鲍里斯是从老板父亲口中 得知这个消息的 就是那个在月球监狱被他杀死的义友 鲍里斯之所以说K早已经死了 就是他要回到过去杀死K 而K这里也猜到了鲍里斯的计划 他拒绝让G插手鲍里斯的事情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G独自来到总部 查询了鲍里斯的资料 鲍里斯是凶狠的伯格星人 宇宙强盗 伯格星人所过之处 所有的星球都会被吞噬一空 鲍里斯在地球犯下了众多谋杀案 K在1969年 打断了他的一只胳膊 逮捕了鲍里斯 之后K还建立了专门 针对伯格星人的A网防御系统 保护地球不受侵犯的同时 导致了伯格星人全部被饿死 从而灭绝 当G要查看鲍里斯当日的资料时 却显示他的级别不够 这里居然出现了姚明 我早就怀疑他是外星人了 非常郁闷的G回到了家中 接到了K的电话 K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挂断电话以后 K预感到有事发生 拿起自己的武器严正以待 突然空气一阵扭曲 K凭空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G也突然有种心慌难受的感觉 而K家里的家具都慢慢消失不见了 全而带着的是另一家人 第二天G来到K的家里 发现这里住着另外一家人 G还喝了人家小女孩手里的巧克力牛奶 来到总部的G 发现了自己多了一个不认识的搭档 其他人也都没听说过K 老大O告诉G K早已在40年前就为鲍里斯所杀 认为G可能出现了幻觉 然而G却准确说出了K的习惯和爱好 让O十分的疑惑 随即他看到了 本来不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的G 在大杯喝巧克力牛奶后 他问G是不是头晕目眩 心慌意乱 然后抽了G一个大耳瓜子 让G一脸的懵逼啊 O解释道 出现这种情况 以此感染了外星脑虫 而是经历了时空错乱 也可以理解为穿越 巧克力牛奶正好可以缓解 这两种情况的后遗症 而G的情况 看样子是经历了时空错乱 O继续说到 月球的监狱里 就关着一位能制作时光机的犯人 也就是被鲍里斯杀死的那位 此时警报响起 伯格新人的飞船入侵 本来已经灭绝的伯格新人出现 姐也终于相信了这一切 看来是鲍里斯穿越回了过去 杀死了K 改写了历史 随着K的死亡 此时A网系统也并没有建立 地球危在旦夕 想要阻止这一切 就要穿越回去 救下K杀死鲍里斯 O根据资料 也查到那位犯人还有个儿子 就是那位电器行老板 J立即找到了这里 直接掏出枪 威胁店主交代了一切 得知了鲍里斯穿越的时间节点 并拿到了时光机 然而时光机的使用方式 十分的奇葩 需要在急速下坠中获得能量 才能实现穿越 接着店主把J带到了一座高楼 J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只有他记得K 店主兴奋的说到 J可能当时就在现场 所以并没有被影响到 看来他的穿越是注定的 随后J从高楼一跃而下 J的计划是 穿越回鲍里斯穿越回过去的前一天 直接杀死年轻的鲍里斯 这样两个鲍里斯都会消失 不仅能救回K 地球都一击也会解除 穿越非常成功 J顺利的来到了鲍里斯穿越回来的前一天 随后他根据以前得知的资料 知道鲍里斯今天会在游乐场犯下凶案 就提前一步到了游乐场 然而鲍里斯还是犯下凶案 顺利逃走了 J正要坠机 却被年轻的K抓住 J见到K本来十分的高兴 结果就被K店的大小便吃进 晕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到了黑人的总部 面对K的询问 J喊喊呼呼 因为他知道 穿越时间是违法的 不想暴露身份 这更加引起了K的怀疑 准备消除他的记忆 无奈之下 J直的说出了真相 K看到不思作假 停下了机器 展示相信了他 接着他们根据第一个受害者留下的线索 找到了一家保龄球馆 然而球馆的老板已经被鲍里斯杀害 不过他们调查到 第一个被害者和球馆老板 同属一个三角星系 三个星系都被伯格信任掏空 而现在其中一个星系 还有最后一名幸存者 由此推断 鲍里斯的下个目标 就是这个三角星系的唯一幸存者 根据线索 两人来到了一个时装舞会 在K找人打听时 既却无意间碰到了这名幸存者 格力分 格力分的种族是一种五维生物 能同时存在无限中的时空里 能看到过去未来 格力分展现了这种能力后 就立即确定了格力分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格力分也告诉两人 他们曾试图阻止伯格信任 现在必须在地球阻止他们 让伯格信任到达下一个星球之前 就饿死他们 同时告诉两人 他又能保护地球的东西 如果下次还能见到他 就送给两人 此时鲍里斯突然杀了出来 现场一片混乱 格力分也趁乱逃走 鲍里斯见有人阻止 也消失不见了 失去格力分的踪迹 让G非常的恼火 他明白了 格力分口中的猎物 应该就是未来的A网系统 如果让鲍里斯先找到了格力分 破坏了A网 那么地球就彻底完蛋了 好在G无意间想起格力分说起了 三个月后一场爆了大冷门的球赛 格力分说 那简直就是一场奇迹 对啊 他肯定去了球场 两人立即赶往了球场 果然在空无一人的球场 格力分却看得津津有味 格力分看见两人后 立即作用又爆 两人以格力分的视角 看到了未来才会发生的球赛 格力分也信手承诺 拿出了A网系统 他们的星球没有了 他不希望地球又重蹈他们的覆辙 此时鲍里斯突然出现 一把掳走了格力分 逃走的时候还故意把两人的车给撵坏 即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以则不慌不忙的拿出遥控一案 车辆升高 出现了两辆独轮摩托 即使大感的惊奇 事不宜迟 两人立即驾车追击鲍里斯 之后就是一场摩托追逐器 两人利用计谋 一人吸引鲍里斯的视线 令人顺利救下了格力分 还让鲍里斯发生了车祸 不过鲍里斯并没有死亡 而是逃走了 此时断鼻的老鲍里斯也终于穿越了过来 他找到了年轻的鲍里斯 两人联手是要杀死K 破坏格力分的A网防御系统 另一边格力分也告诉两人 只要将A网放入太空 他会自动安装 形成一个保护网 阻挡伯格星人的入侵 然而可以一脸的懵逼啊 太空不是开玩笑吧 格力分则提醒他 只是简单的一小步 可以恍然大悟 对啊 登月计划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实行了 就是历史上1969年的 阿姆斯特朗登月计划 可以把A网放到火箭上 运到太空 这一能为了避免可以遭到毒手 想独自去完成任务 可是格力分说 想要回到那个正确的时空里 必须又可以亲自放置A网 还说注定的死亡 在那个时空里注定要发生 这一时也没明白什么意思 随后三人回到了黑衣人总部 乘坐飞行器赶往了火箭发射地点 然而被戒严的军队拦了下来 两人本打算用记忆消除棒忽悠识别 可是格力分告诉他们 在正确的时空里 必须说实话才行 没办法的介意 只好硬着头皮说出了一切 果然三人又被当成精神病 抓了起来 带到了一名军官面前 格力分触摸军官 让他看到了未来的画面 军官改变了主意 亲自送他们上了火箭的发射台 这也提前向K告别 他会找机会回到自己的时空 也许来不及当面告别了 此时老小两个鲍利斯也赶到了这里 随后K对上了年轻的鲍利斯 G对上了老鲍利斯 G忍痛让老鲍利斯用尖刺射中自己 然后抱着他跳下了高台 利用手中的时光机 传越回了一分钟前 记下了老鲍利斯攻击的部位后 这次成功躲过了攻击 将老鲍利斯打下了高台 而K这里打破了冷凝管 动将了年轻鲍利斯的手臂 并用枪打断了他的手臂 至此那个正确的时空重启了 没有了鲍利斯的打扰 K顺利的将A网放置到了火箭上 他和G也在最后时刻逃出了这里 而老鲍利斯则被火焰烧成了灰烬 随着火箭的升空 A网系统也顺利安装完成 笼罩了整个地球 G看到这一幕准备悄悄的离开 然而年轻的鲍利斯突然出现动手袭击 军官眼睛手快 G可以挡下了致命一击 而K这次不再手软 直接把鲍利斯轰得粉碎 而军官则已经彻底死亡 这就是格利芬说的注定的死亡 这是军官的儿子从远处的车上下来 K不知道怎么面对军官的儿子 远处的G却发现 小男孩的名字和他手中的怀表 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那个小男孩就是G 最后K消除了小男孩关于父亲的G 并一直暗中保护着G的成长 电影的最后G成功穿越了回去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K 高兴的有种想哭的冲动 他和K确认了一下 正是原来那个时空 不同的是 伯格星人已经灭绝了40年 两人离开后 旁边的格利芬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然而他惊恐的发现 K忘了留下小肺 这会导致一系列的蝴蝶反应 最终导致运石撞击地球 好在可以及时返回留下了小肺 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最终影响运石 正好砸中了一颗卫星 让地球幸免于难 哇擦 这也太可怕了吧 也许呢 你们观看这个视频的行为 拯救了地球又说不定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